哈喽大家好,阿强又来了,刚刚下班,现在是晚上七点半左右啊,还没有吃晚饭 但是呢也不知道吃啥,然后呢今天晚上就来这小车好吧 但是店面已经家里都满了,然后呢我准备上楼去喝 但是今天的感觉啥呢,就是我小舅子把我弄到这个岗位 但是我小舅子今天打离职了,但是心里头也挺不舒服的啊 今天咱们还是一样啊,边吃边聊 他打离职了,但是我能坚持到哪天 我也不知道 以前这个地方啊,人也特别多啊,也挺火啊 现在他妈啥也不是,瞅瞅,去了八十的他妈的,都没有七十的 马上还得挪地方啊 本来今天准备想去一个洋餐馆探一样的啊 老板都约好了,说得要我去探一样的 但是今天呢怎么说呢,没有去,心情也不太好 只能回来自己小酌一杯 因为每次出去拍出去吃的话 有人都开车 这回送我自己来也没人开车了 就这个生蒜,吃点烧烤,吃点面条,我跟你说 绝了 就这个牛肉串烤的味道绝了 这点都不一定 这点都不一定 这点鸡蛋呢 小舅子突然打零鸡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打击 因为啥呢 嗯,我们两个一起基本上嘛 我在大连,我来三年到四年以后我就把他弄来了 然后我俩就一直在一起啊,一直在一起 拍视频呢,还是干啥都在一起 然后呢,这回呢,我又跟他在一起呢,工作 但是我还没打理直,他打理直了 你说你这玩意我就纳了门了 你说,这一下子真不是说,我有点无法接受 我也说的了,我说你考虑好咯 是不是,咱们这个老板的啥呀 对咱们也挺够意思的,是不是 咱自己得考虑好了 但是人往高速走,虽往低处流 没有办法 你无论如何,不能耽误人家挣大钱 知道了吧 一口肉串 嗯,一口大蒜 吃肉不吃蒜,我跟你说,香味绝对少一半 嗯 今天我想吃他家大腰子,但是没了 我告诉他,我老板明天必须多酸出这三十串 阿谦呢,怎么说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然后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还是一样 喜欢阿谦的,你请关注 不喜欢的,你可以划过